夏天來臨 一眾藝人出席記招 與觀眾共迎暑假 包括李佳心、高海寧 王浩信、馮瑩瑩 江家敏、林勝斌 江美怡、湯怡、張鎮朗 姜大衛等等場面熱鬧 李佳心兩年前拍的新劇 還要安排在今年暑假推出 又只是獲公司解封 Ali也有回應 雪藏又有趣 因為我發覺每次搭完雪藏 即是解封 然後回到家就被人說雪藏 每次出來又被人說解封 所以這些都不回答 我覺得只是眼前 公司有工作有安排的 就做好工作出來就算了 都不想太多了 Ali在劇中被一群殺手包圍 她說經常被人打 我有很多場口就是 會被人打、被人虐待 那些場口都拍得挺辛苦 而且印象是深 我覺得少拍這類型的劇 同場的馮瑩瑩和江家敏 因為何游鏗的游艇羅心門事件 全不和 這日他們一起接受訪問 似乎是要打破傳聞 既然沒有不和 那6月10日瑩瑩生日 家敏有沒有為好朋友補足 因為我最近在拍《七公主》這部劇 其實要早上10時 7時、10時才下班 然後下午4時又要再開工 我不想生日飯吃得那麼爽 其實中間有時間可以放出來 但我不想生日飯那麼隨便便吃了 因為我們之前吃生日飯 都是專門約出來 帶到很美麗來吃 所以我想重視 我不想那麼隨便便吃了它 所以真的不需要太心急 所以生日飯我一定會請 但不知何時 至於問何游鏗有沒有約慶生 瑩瑩就說 待會很長時間 要等下